但是反而那个角落 我觉得就好看了 为什么好看 因为内盏台灯 可以作为一个面部补光的东西 所以我们现在走过去 你可以拍出一个艺术感 来你面对这个台灯 面对这个台灯 对就这样子 非常好 你看这个时候 就这个台灯 会对它进行一点补光了 那么这个时候补光的时候 我们就可以拍出一个 面部很好看的光影效果 我再把曝光压一点 再用回人像模式 让虚化更牛一点 对这样就好看了 对很好 那如果说我想 更多的来拍不同的效果的话 我就可以调整这个位置 好你现在离那个台灯越近 我就能把背景拍的越暗 对可以 你手可以去触碰一下这个灯 就感觉有这个拉线你在那拉 对就跟灯在互动 跟它在玩 跟它在玩 对然后我可以点击屏幕压暗曝光 你看背景就很暗了 对你就看着灯 不用管其他的 对很好 然后这回我们可以用一个比较低沉的情绪 因为我现在表达的是一个黑暗的感觉 对对 好现在你闭着眼睛把额头轻轻的碰上去 用左边的额头碰上去 左边对对对 感觉是堵物失人的感觉 对很好 很好 这个感觉非常棒 然后手抓的时候要这样子去抓 更有感 好那这个时候它面部的光线就全部来自于这边来的 如果这个时候它照过来的光线够强的话 窗户的光线和台灯的光线会形成一个有效的平衡 这样子的话 它的面部也能拍出一个非常不错的感觉 在这个对 然后低着眼眼低着头 对对对对对 对就这种小情绪的感觉 非常棒 我再把它曝光 就这样子不要看 对 好这张也很好看 好那你也可以 你看我们随时随地可以找到一些 这种就比较有艺术感了 这个小笨钟就可以作为一个道具 你抱着它 感觉就是忘了时间的那种感觉 你抱着它 抱着它 对 然后我给你设计一下 对很好 对就是那样子 很好 然后你站到这来 站到这来 对越拍越有感觉 再走近一点点 对很好 让它的面部被这张灯照射到 然后呢 我们这样子拍一个 它和时间的这样一个关系 对 就是它在 这属于是它的一个回忆的时间 对吧 很好 然后呢又有一点 那个比较走绳的望着远方 窗外的远方 对 感觉是时间里面是不是有一些故事 或者是有一些人让我在期盼着 对吧 这种就是可以赋予它一些意义了 运用这些比较特殊的道具 对吧 那如果是轻轻的背靠在这个上面 整个肢体又会更舒服一点 对 很好 然后右手抱着这个时间 右手抱 来 右手 所以不要 对 可以了 可以了 就这样子 可以了 好 好 可以了 好 眼睛转向 就这样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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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了 好 眼睛能转向这盏灯 转向这盏灯 对 对很好 很好 这个眼神 非常的棒 可以了 也可以把这个时间拿来挡到脸上 直接挡到脸上 对着我 对着我 正面对着我 对 对 再举高 对 如果你们觉得不用露脸出来 不用露脸 就把脸全部挡完 全部挡完 站直了 人站直 不要靠了 对 好 可以 再举高一点 如果你们觉得脸不好看 这是绝招 哈哈哈 开个玩笑啊 这个呢 我们可以拍的又有想法一点点啊 有想法一点点 我试一下这样子呢 好 OK 在这个角落 我们拍的也差不多了 可以了 转转 把它放回原处 大家好 我是歪比大叔 这次给大家的分享呢 是一个现场的实录 如果喜欢这种分享的话 别忘了点赞关注加收藏 我们下集再见